最近华山园区的 AOE原住民文创馆 重新规划设计 展出原住民工一家的作品 AOE就是达物族感谢的意思 有设计师发挥巧思 他们把传统的图文 印在帆布鞋上面 而且每件T恤的图案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他们让传统的原住民文化 变得非常有创意 非常时尚 台湾原住民阿美族 戴上传统花环 跳起风年纪舞蹈 途中还融入传统的 林格图文 这是获得原民工艺新传奖 曾春子的画作 他的儿子高耀男 将原住民十四族的图腾 印制在帆布鞋 手机壳上 两母子跨世代 传达创新与传统之美 一件T恤 一个故事 这个衣服口袋上的大树 也纪念阿美族部落 抗争的故事 设计概念是因为 在苏花公路 在要拓宽的时候 必须要在路线上 必须要拆除一棵树 然后但是因为部落的族人 就是一直在抗争说 这棵百年老树 一定要留着 不能做拆除 所以就是为了要 今天这件事情 这些作品在阿优宜 原住民文创馆展出 阿优宜是达物族语 感谢的意思 这里除了策划 原民工艺家的 创作展览 也成立平台 让部落的文创商品 被看见 它不只是一个商店 它也同时是原住民的文创 在台北市的一个窗口 那这个窗口里头 它是双向的 就是说我们不只在这里展现 部落最好的当代的设计 还有它的实义住行 娱乐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文创馆有许多原住民 艺术家的创作 像是这位工艺家 将排湾族传统的 三角图文摆不舌 印在手作的陶瓷餐具上 帆不斜印上 达物族的图文船之眼 还有代表海上民族的泼浪文 新旧结合 原民文化变得很时尚 原住民其实不是弱势 他们其实在文化上 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 我们其实是怎么样 让他们重新被认识 从手作艺术品的温度 看见部落的珍贵文化